大家好,刺客發,莫名其妙就有人掛了 久久沒完,剛完又要燒腦肉 要開放東南地區,簡訊條件是萬壽山莊必須解完 我們前往大陽城 一進來車夫非常驚訝的看著我說,你是小楓? 並說我是上門星,無而不坐,上盡天狼,走到哪,哪就遭殃 我不過是去一趟西南地區怎麼可能有人在亂傳謠言 看來最後可能是繁華四景的柳閣主亂傳 二話不說直接去找他 結果一到這兒沒有發現柳符明,倒是遇到了柳本草 原來他是陪著符明而來的 當天符明被唐太君用授權圍擾奧,唐太君並沒有趕進殺絕 讓符明抓了空子逃跑,誰知道逃跑的時候卻撞了老獵人 老獵人並非是來殺他,只是要他帶句話給他背後的人 大家都是養狗的,主人和主人聊,別只派挑狗來 哇靠,他那句很嗆欸 結果就在符明要走了,同時老獵人從他身後直接給他來個回馬槍 當作當時符明在萬獸山莊放蛇咬太君的回禮 好在剛好被路過的本草遇到,不然符明這次兇多吉少啊 本草表示符明還在養傷,應該暫時找不到他 只知道前天有個長髮少俠來找他,符明隨後就叫本草快離開 本草臨走前希望無論如何都要保護符明 話說他在這之前不是大反派嗎? 算了,先去客廳打聽打聽 一定要找這種路人,他們消息最靈通 他說他當真見過柳樓主,說他進了衙門跟一個白佛的人在一起 所以又罵我說我是個少靶心 前往衙門,這次我們不是要找知福 而是要找他旁邊的師爺 我問他是不是最近有見過符明 他立馬露出此地無印三百兩的表情 並偷偷帶我到後院問我想幹嘛啦 這時要嘛賄賂,要嘛誇獎他 當然是能省折省發揮出嘴炮的功力啊 他立馬偷情到非跟我說符明的消息 原來近期柳樓主要辦一場宴會,師爺也會去 這次師爺問我是誰也想去 他表示沒有收到邀請進不去但有個辦法 原來是樓主原本要了大兩層的捕頭 可是前陣子捕頭因功負傷 所以我就順利成這樣半層的小捕頭 不過不得不說這個小捕頭的造型還蠻帥的耶 一進來符明馬上上來跟我們打招呼 看了我一直說我很厭熟 隨後我就跟師爺落坐在他們安排的位置上 坐在我右邊的腳碗很囂張的官員是漢林學士師大人 坐在我對面的卻是葉家軍中的聖傑軍先鋒 姚將軍,誰啊 我在這邊待那麼久沒聽過知道的人物 不過符明年把這些人找來確實蠻有意思的 這次突然有個人過來搭話 別看他清淘的眼神,他可是探視師的王公公耶 說出來就是太賤嘛,還要搞個變裝是怎樣啊 重點是聊聊著,他悄悄走到我旁邊 這不是逼我讓位嗎 要不是這不是我的局,我老早一道給他砍下去了 不喜歡這種惡意奉承的局 我請師女幫我另外安排了座位 結果這商人原本要跟王公公坐 想跟他套交情,現在就變成了我 一副非常嫌棄的樣子,我還沒嫌他咧 結果那隔壁那長得像老鼠的,還在那取笑商人 註定之後,福明表示議員會開始 他備了三張海味,四場美酒,甚至找了一堆美女 這到底什麼局啊 不行我要冷靜,先來觀察看看這些人在幹嘛 結果這商人在跟旁邊的歌女調情 還直接誇歌女說比他家的黃臉婆會說話多了 有老婆還玩成這樣 接下來到隔壁桌,十萬三賀的吉畢表示想去透透氣 另外兩個除了聊到古董,誰就會開始調戲歌女 看來他們對於這種生活已經習以為常了 咦,漢尼學姿換桌了 現在跟惠文書記的長櫃坐在一起 本來以為他們會聊什麼高聲的學問 結果這學姿卻在戲弄歌女 看來知識月高也並不一定是正人君子啊 咦,漢尼學姿怎麼跑到這了 人家桌邊一次是只有一個歌女 這張女一次看三個還在旁邊起哄 搞了半天她才是最懂玩的 去看看師爺在幹嘛 網工網誇師爺長得白白嫩嫩的 手要叫她靠近一點想好好瞧瞧她 這看就看怎麼還上手咧 說師爺的身體很結實 結果師爺還回我有在練 呃,這師爺的手越來越調皮了 看來我還是離開好了 隨後伏咪問大家玩得開不開心 看來他們是蠻開心的啦 不過也因此讓伏咪有了把柄 你們的鎖出所謂我都有記錄 雖然我本身沒玩 但卻被伏咪視播我是冒名的 但她沒有名獎 伏咪想一死來要求大家幫她個忙 結果就在這時漢林學生突然倒下 一開始以為她只是不勝酒力 結果一靠近發現她死了 名震探劇情開啟 眼看死人突然出現場法 劍咪要殺伏咪 但我答應過本草 只要幫伏咪擋下了 雖然我兩個月沒玩大俠 但我的武功可沒忘記 居然敢跟我打 劍咪發現我是小瘋並說 主人有獎 若是我出手干預的話 就放伏咪一命 我還沒想到我面子這麼大 連我不認識的人都看到我面子 好來 今晚大家都平常走 先一個一個來問話 愛個愛個跟他們講話 整個晚上都在跟歌女調戲 喝個幾杯就到旁邊透氣了 這時突然呼吸急速 偷偷跟我說她是激宿房的 因為剛開始不久 和十樓主去跟王公公和史大人敬酒 姚將軍不知為何對我破口大罵後離開 後來姚將軍把我推倒在地 史大人離開時還摔了一跤 姚將軍不知道為什麼對專隊署破口大罵 然後又把專隊署推倒在地 史大人離開時好像半島了 什麼摔一跤膠 我都沒出場不可能有我的事吧 史大人嘴唇發紙 背後有放紅的掌印 小腹部插了個東西 是一個避欲的法拆已經斷掉了 那鼠人來敬酒打翻我的酒杯 後來我就去看美女跳舞 我越想越去 也是跑去推了專天鼠一把 跟他們愛個對話聽他們自證 後面這邊沒什麼重要訊息 虛擬整理完後發現陣營中有矛盾 是誰碰撒姚將軍的酒 做錯道歉就好 為什麼地鼠不承認咧 看來只能往屍體上的手印和法菜這方面去調查了 難道宴會中存在都沒有見過的人嗎 可是沒有這樣的人疑問沒辦法有解答 對了宴會上其實還有一些不需要隱藏的人 這些就是宴會無所不在的歌女 史大人喝酒時切身為他們倒的酒 史大人酒量不好 折喝半杯就像喝醉了一樣 老將軍放倒專地鼠切身看到一抹綠光 史大人腰間好像別著一個綠色的東西 有件不大的事情就是我的法菜不見了 那是我祖上的傳家寶 原來塞在史大人的胸襲就是他的傳家寶 這次可以再跟專地鼠打聽史大人有什麼異常 問他為何打翻將軍酒杯 結果地鼠始終否認 到底是誰打翻酒杯啊 接待的歌女說你跟史大人一起同行 聽說還起了衝突 呃…他在橋上擋我的路 於是我推了他一把 可以開始整理線首了 首先我們先從史林說起 中毒 是蛇毒而這個蛇剛好柳樓左右癢 不過偏偏兇手還不是浮明 看這樣子史蘭應該是在之前就已經中毒了 因為在場的人都有喝狐狸的酒 可是卻只有史大人中毒 史大人很早就醉了 能證明他喝醉的證據就是這個猜子 在場有少數幾個人看得懂這個猜子的價值 其中一個就是躲在旁邊的專地鼠 你既然有這個稱號 如果沒猜錯 你就是盜墓者 墓金下位吧 所以我猜你應該是臨時起義順走了這個法拆 聽你旁邊侍女提起 你在被姚將軍推倒的時候見到一抹綠光 然而史大人離開時座位摔了一跤 這個法拆就是那個時候插到史大人體內 史大人因為中毒處於亢奮狀態 未感受到疼痛 所以不可能是滯後中毒 而關於打翻姚將軍酒杯這件事 我們來配合重現當時的狀況 我的位置是十樓主的位置 陳院長坐的是史大人的位置對嗎 不對 你曾經說過切當時在桌旁看得清清楚楚 姚將軍突然想起 哥女士在我的右邊而非後面 這個位置才是對的 當時樓主帶專地鼠 給他史大人敬酒 姚將軍酒杯被碰撒了 痛罵地鼠一頓 所有人都去安撫姚將軍 在這之後史大人就中毒了 所以能碰到九杯的不只專地鼠 還有一個人 不過也不是這個侍女 她距離有限 眾人想說主要說這麼多廢話 到底是誰啊 唯有可能就是在睡覺的 十樓主 大家都傻眼 想到莫名其妙怎麼變十樓主了 而這個十樓主並非十樓主 別睡了 起來跟大家解釋吧 十樓主脫下外套插去妝容 馬上變另外一個人 馬上變一個路人樣 順便解釋一下 基礎房是朝前面一個機構 為了監視柳福明 但監視就監視不用殺人吧 由此判斷一定是另有私仇 但有仇的不是施大人 而是在場的王公公 眼看被我說破 他立馬衝上去砍王公公 但立馬被柳福明擋住 原來當時王公公搶了他家的地 對他的家人趕盡殺絕 起訴十樓主在王公的杯子撒了東西 結果王公跟斯大人換了杯子 這斯大人也太衰了 關了屁事啊 王公公表示我只是自保 有罪也是他們 把他們都抓起來 我當然是選不對啊 你莫名其妙讓別人死 還假裝沒事 所以假裝就是這些人 通通被繩之以法 原來是常法師廖月龍 看來這個是未來的新夥伴 我問柳格主為何要亂闖我的謠言 看他的反應居然不是他 不過他知道我的狀況露出一副活該的表情 他說這個應該是豐文台的作為啦 你可以問問看我的主人柴王 他今天要舉辦壽宴 但要有邀請案才可以 我隨便沒有多的 你可以往東南區去試試 總算要開啟東南地區了 均勻結束後會開啟梅山 以上為大俠第二起殺人案事件全攻略 喜歡我的影片幫助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曉峰我們下次見